3月8日一早 远在异国他乡的55岁穷女郎何音在其个人社交账号更新一则动态 傅文称芳香四溢的女神节快乐 并配上红玫瑰2023MG表情符号 看似心情相当不错 原来今日恰逢三八国际妇女节 爱自己是人生的必修课 何音意识不免俗分享一组九宫格照 曝光画面中画着精致妆容出镜的何音 身穿一席设计感十足的陆肩连衣裙 衬出苗条身材及细白长腿 皮肤白细紧致保养得意状态颇佳 已年过半百55岁的他 岁月对其格外温柔脸上并未留下太多的痕迹 对比年轻时的写真亮照 变化不太大但稍显瘦弱了些 平日里要忙着镜组拍戏 抑或者兼顾儿子学业 何音先少认真打扮自己 但今次正值女神节专属日子 他意识感慨人生漫长也短暂 别只顾着向前而忽略了自己 相众 只见何音站在摆有字画书籍的小书房内 单手端着高脚杯 读字品红酒 脸上已泛起红韵 惬意十足 从何音发文IP位置判断 他仍旧与儿子在加拿大生活 爱子黄博远在那边留学读书 是一名大三学生 修读专业戏剧表演 甘当陪读的何音 自去年十月初就飞往当地 与黄博远母子团聚 今年农历年春节也留在当地 未曾回国过年探亲 还有一年不到 黄博远即将毕业 另一张照片中 何音换了一个发型 将高马尾放下变成其肩长发 绿色的发色十分减零 单从侧颜来看 何音的颜值及状态保养得一 不少网民好奇他是否微整了 其实 对于这样的质疑 何音曾在镜头前澄清微整的说法 表示演员的这张脸 只为了留给戏中的角色 据资料显示 1967年出生于四川的何音 成都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尽管非科班出身 但年轻时的他温柔可人 被穷瑶慧眼时珠推荐古装扮相 22岁那年 何音参演《江湖恩仇》露出道当演员 曾在《鬼丈夫》中 是紫嫣 曹雪芹 李氏区 慧兰 以朋友的名义是黎红等 演艺事业平步青云之际 何音于1997年拍摄 《大陆人时邂逅真爱》 于小一岁演员黄志忠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彼时的南方尚未发迹 但何音并不在乎隔年 1998年毅然决然选择了裸架 2003年诞下一枚爱的结晶 儿子取名黄博远 三口之家竟享天伦之乐 羡煞旁人 遗憾的是 婚姻走到第13个年头时 却戛然而止 往传黄志忠走红后 竟劈腿恋上女星柯兰 背着妻子与对方同宿酒店 有出轨之险 事后 何音不愿忍随即提出离婚要求 条件只有一个就是 儿子抚养权归自己 2011年 昔日夫妇正式签字协议离婚 儿子黄博远跟着妈妈 后来一同改嫁许云帆 再组幸福家庭 优秀长大成人的黄博远 一传妈妈优良基因 有望接一波闯荡演艺圈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